纽约时报最近有两篇报道是对于中国电影审查标准提出质疑 事实上在中国电影界这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 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召开期间权力交接的时刻 敏感的电影更是有意的被搁置 报道还说这种审查只是让中国电影变得更平庸 无助于电影产业的发展 原定于今年七月上映的电影《王的盛宴》 因为中共当局审查的关系延迟到11月29号才开始公映 纽约时报报道这部电影被审查机构压了将近五个月 审查机关似乎不希望中国观众在11月中旬国家领导人换届之前 看到这部描写推翻秦朝暴政建立汉朝的电影 据了解《王的盛宴》剧情是描述2000年前的中国 秦王暴政诸侯起义 当初在制片人和导演当中流传一种说法 就是在十八大结束之前 这部电影是不可能上映的 纽约时报报道还说 电影推迟上映反映了当今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一个核心窘境 当局想以管理经济的方式来管理文化 持续干预使得文化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审查让中国电影变得平庸 其实在中国这个电影审查 一直就没有一个专门的像美国那样 很严格的电影的审查的法律 所以说中共政治权利 可以按照自己现实的需要和任意的 随意的来对这个电影进行审查 所以说导致中国无论是电影 还有其他的方面 当然电影是最严格的 遭到一些审查的 所以说中国没有好的电影 整体的文化这个水平上不去 而另外一部电影《神探亨特章》 描写北京警察追查诈骗犯的过程 顺利的在7月20号准时上映 有媒体质疑 《神探亨特章》是一部 以类纪录片的形式 实质是歌颂人民政府 一名伟大的主旋律电影 我只是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我的困惑是什么 我现在正在拍一部片子 这现在已经拍了将近五年了 但是我拍这个过程当中 警察因为我拍这个片子 搜查了我的家 抄走了我的电脑 完了之后 就是多次约谈我 在2月份以后 我的电话被断过 我的网线被断过 我们家门口出现过13个摄像头 杨伟东表示 他在拍纪录片时 受到来自公安的威胁 杨伟东认为 在中国 一个艺术家创作的作品 一旦进去公共领域 这件作品本身 已经和艺术家没有关系了 只能说创作条件是非常恶劣的 下期见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